臺灣有明年前茅 委員好 你好 副部長好 這個當然大家很關心 昨天又掉了飛機 掉了人這個問題 我們的私事率 跟其他國家比較 是不是明年前茅 副部長 這個當然我們私事 我們要做檢討 我們過去統計 台灣有沒有明年前茅 也沒有 可是大家都在講 網路上講的資料 F16的私事率 台灣是全世界第一 然後2000年到 2000 2000年到 2008年我們總共掉了 14架 然後從2000年之前 我們總共掉了622架 平均每一年掉了 15.5架 這個數字很可怕啦 2000年之前 我們平均每一年掉15.5架 2000年到2008年 掉14架 也就是每一年掉了一架多 F16是全世界 這個私事率最高的 就是網路上到處看到資料 不是 報委員不是這樣子的 我想我們 我們的這個聯準市主任 他是整個掌握非安 非常的清楚 我想請他做一個說明 不是這樣子的 好 來 來 一講 委員好 跟您說 我這個資料都是網路的資料 網路的資料不一定可靠 通通錯是吧 是 我們有查證 我們從這個近五年 就是94年到98年 我們統計的資料 這個美軍呢 他因為他有定期的在公佈他的這個資料 所以他的資料比較完整 那美軍呢 他陸軍 他是平均每一年 是那個 他叫私事率 也就是說 他的私事的架 事件跟這個 他飛行 我要問掉幾架飛機 不要跟我講幾下東西 我就問 掉幾架飛機 就問他這個 你沒有這個資料 用私事率 不是私事率 有這個插狀啊 私事率 掉飛機 沒有了 這個掉飛機 美國陸軍他是2.02 2.02架 對 一年嘛 對吧 對 然後美國海軍是1.29 1.29 2.02 1.29 對 美國空軍是1.38 加起來大概五架左右吧 也不是這麼大 一年大概掉五架 對 差不多 那我們今年就掉兩架了 我們比他偽大多了 難道不是嗎 我們今年掉兩架了不是 是不是 是 是嗎 我們比他偽大隊啊 我們比他偽大隊啊 國家那麼小 對不對 我們比飛機那麼少 相對之下 我們就掉兩架了啊 對不對 啊你兩千年之前 每一年掉15.5架 啊兩千年到兩千年八年 一年也掉 一年掉一點多架了 因為八年裡面掉了 14架 除以 除以八 就一年掉1.5架啊 怎麼樣數據就比人家可怕啊 難道不是嗎 是啊 平均只是蓋桶 所以網路沒有錯啊 我都講 這個 自己不用而已啊 就失事率來講是蓋桶 啊 剛才講那個啊 它不是架次 它是失事率 不是架次啊 它掉幾架 飛機掉了 人就沒有了 飛機沒有了嘛 人錢都沒有了 它是跟十萬小時去比的 不是這樣子算啊 我不 你算法你沒有回到 老百姓管你那個 你專的名詞什麼 幾萬架是什麼 老百姓是說 掉了幾架飛機 國家損失多少錢 人命損失幾條 這個這樣很好算啊 這個叫庶民一元 是 對吧 報告委員我們確實 還有改進的空間 好吧 那你們那個 私事調查 什麼時候可以搞定啊 副部長啊 呃 現在都專案小組 跟調查小組 平均要調查多久時間 平均 因為這個是非常的謹慎 這個還要經過 非安委員會 而且我們 不是光我們自己在調查 我請問你 非安委員會有沒有進來 非安委員會有沒有進來 一定會進來 一定要進來 我們都會請非安委員會 會來參與 上一次都有嗎 都有 是 我們希望 我們能夠真正找到原因 軍方不要關起門來自己 調查 因為這個公信力不夠 是的 非安委員會一定要進來 我們都有都有 都有那邊非安管理委員會的成員 來一起來調查 這個決定是 他們扮演什麼角色 他們扮演什麼角色 他們扮演他們來鑑定 然後他也了解你實際的狀況 他站在他的觀點 同不同意 是這樣子 所以這個是很客觀的 但是誰主導 因為我們變成一個專案小組 在專案小組來講 專案小組 是誰 我們聯準是 是一個專案的小組 那我們有分層級 然後來調查 非安在扮演什麼角色 他層級很低啊 那不見得 副部長啊 我建議 把非安的層級拉高到跟你們 我們叫co-leaders 共同來lead這個小組 可以嗎 共同 共同主導 共同等於是一個 我們叫共同召集人 可以不可以用這樣的觀念 共同召集人 讓非安委員會 辦理更重要的角色 我現在聽起來 不然覺得文匯啊 好像是底下幾個技術專家鑑定而已啊 那個 那個就是你們就沒有辦法 度外界的悠悠之口了 向委員報告 他們來參與的成績並不低 他是一個主任調查官 也就是任何一個私事 他這個 呃 他就是這個 叫做這個 investigator investigator in charge 你co-author 類似共同作詞的概念嘛 我們叫principle investigator 你就兩個principle就好了嘛 兩個主調查者就好了嘛 可不可以 現在就是說 我們這個調查 你們還是軍方在主導呢 他來跟你 不是這樣的人 一起來啊 但是如果他不同意的話 我們的調查報告是不會過的 對 我們要送給他的 對 我們我們調查 所有的調查 那個審查會議 他都會參與 他如果不同意的話 我們就不能過 你們回去研究一下 怎麼樣讓他扮演更重要角色 對外界才有說服力 是的 外界總會覺得 這個調的那麼嚴重 這是你們 調查報告最後都不了了之啊 草草結束啊 不會不會 絕對不會不了了之 第二個大的問題 其實我想問的這第二個大問題 這個兩位可以請回 跟 回到今天的 過去來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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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監察案就監察過你們啊 就提過糾正案了 好幾次啊 就是你們過去 眷改室有個叫眷宰社 對吧 就是以前叫做 眷合社 國軍 國軍軍眷住宰合作社嘛 這裡面 里監市15席啊 都是國防部各軍總啊 這個領選降級的主官 或者副主官擔任啊 這是個黑機關 也沒有經過法制程序 裡面亂七八糟的 從 這個 這裡面來講的話 這個國防部 你們管不到他 國防部也管不到他們 底下 現在 我要講的就是 你們有救治 有心治 對不對 救治跟地方政府合起來 心治 這裡面持不清楚 比如說 比如說 十幾年前蓋的 現在出問題了 你們 怎麼處理 你知道我意思吧 你們先蓋的 現在發生問題了 現在已經發生了 我的選區 就發生這個現象 這裡面呢 庫田搶地啊 裡面一個 一個新村 兩百多戶 罵得要死 然後說這個 這個 他們也找了 土木祭司鑑定結果 就是什麼 整體強度 因為施工過程 的一個疏失 他的 強度跟設計的結構 不相互啊 也就是說 這裡面啊 當初啊 我們當然知道 已經 已經十幾年的房子 你現在要叫你負責 什麼等等 可是問題是 結構技師 發現 當初就是 你們沒有暗處施工 當初你們 這個國防部啊 監督不到 當初你們 偷工減料 造成現在啊 這個一個新村裡面啊 到處好像河流耶 裂開都是河耶 這麼離譜啊 護部長 你要不要 你要不要去認真 去查一下 我們 我們感覺是 國防部對這個 這個這個 這個核機關好像 好像是管不到一樣 怎麼不會 沒有現在 倦宅室啊 都已經取消了 在在 已經已經脫離了 沒有這個了 現在沒有 但是以前的怎麼辦呢 現在有我們 政府處在負責了 啊以前怎麼辦呢 那關於這個 雖然說 剛剛委員說了 已經預了保固的期限 但是呢 我們政府處還會去協助 查明缺失的原因 跟責任 我們會協助去辦 我就確定一件事情啊 我就可以可以可以 可以離開了啊 只要 經過 公正的 專業單位 鑑定 是當初施工的問題 比如說 沒有暗處施工 比如說 裡面可能有偷工減料 或者是結構的問題 你們還是要負責吧 副部長 要不要回答這個問題 我們會依法來處理這些問題 要依法來處理這些問題 要依法來處理這些問題 因為我剛剛說過了 我們依法來做啊 按照第三者公正單位說 這是你們當初蓋不好 不管幾年 十年二十年 當初 這個問題造成現在的問題 雖然經過保固期限了 可是 是你們 是你們發 你們當初的問題 你們要負責任的 我副部長 我知道 可以吧 依法來處理 我們依法來處理 好 我希望這個 三例行程的事情啊 你們 你們認真去去弄 好不好 是 好嗎 好嗎 好嗎